基隆兩歲男童不幸死亡事件 針對外界質疑 基隆沒有善用EOC緊急醫療系統體系 對此 基隆市衛生局長親自說明 醫院對醫院的一個轉 就病人而言其實是醫療系統的一個轉介 醫療系統本身的一個轉介 透過這個系統 然後這個系統現在的建構 是基隆長根醫院當作一個基地醫院的網絡 那全國有兩百多家這樣串連在一起 那接下來就是稍微解釋一下 那個醫師師所講的5月6號開會這件事 5月6號確實是有開會 但是它5月11號才發文 我們5月12號才收到這個公文 這個公文要轉到各個醫院去 還是要有一個行政的一個作業 雖然我們透過一個平台網絡把它PO上去了 但是正式的轉到各個醫院還是 所以不是5月6號 它會議完我們公文就收到 它5月11號發文 我們5月12號才收到這一份的公文 是聯絡了四家醫院 一通電話有沒有有時候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就可以解決 所以你才會用這個電話反而比那個靠系統來得更快 我不敢這樣講 但是就昨天的經驗並沒有更慢 對因為一通電話只要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就可以解決這家醫院到底有沒有 那系統是每個小時在更新 但是每個小時有時候還會有一個落差 所以我們直接用電臉 換句話說我們接到布地基隆醫院的一個要求 其實是我們才雙軌 我們協助直接去聯絡能不能找到床位 而衛福部次長一度認為此事金融市政府可以做檢討 但衛福部部長陳時中說 次長沒有指責任何人 那天情況是一個病人 所以在一個病人情況下 沿用原來的系統沒有問題 它不是一個大量 如果今天是說突然基隆在布基或很多地方突然有了七八個十幾個 那然後沒有善用這系統而產生一個delay的情況 沒有那天只有一個病人 所以也不用到需要用大量傷患系統 他一個一個他其實一個來配對其實是很快 所以在那天布基通知了 應該是機場 那機場本身沒有這樣的一個ICU的病床 他就求助在基隆的衛生局 那基隆衛生局就立刻啟動他們原來的公務 系統然後就一家一家去詢問 那很快他就要北融的系統 然後把病人轉出去 所以我要強調說那是一個新的系統 可以來幫忙傳染病這個系統來做 在流程的銜接上或許有一些不順暢 但是在執行這個業務的當事人並沒有延誤的情形 陳時中強調是新系統幫忙傳染病系統來做 流程銜接上有些不順 也強調執行業務當事人並沒有延誤的情形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